超級無敵精彩啊 所以陳寗飛說他成功爭取到了經費 但郭國文說這是假訊息 你的錢在哪邊 如果你這個叫放話的話 你就是先割到尾 後面的苦後面的辛勞 全部都郭國文自己來處理 飛繫對戰新潮流 非常非常的好看 我們來看是郭國文先發文 來看這張圖片 在凱米台風之後呢 曾文希的六分寮提防 提防 蔡典講成提防 提防因為被掏空 那這個六分寮的提防 是在郭國文的選區 因為台南那邊他們還是區域立委 是在郭國文的選區 因此郭國文在7月29號 到場會刊之後 地基掏空很危險嘛 所以呢就有要求相關單位來改善 結果7月29號刊災完之後呢 到了8月1號的時候 陳廷飛他也安排在同一個地點 來進行刊災 等於說是重複刊災 而且還是跨區刊災 因為在這個曾文希的六分寮提防 那個是郭國文的選區 陳廷飛還跑過來了 所以陳廷飛的第一句話就是 成功爭取六分寮提防 重建經費六千萬 那郭國文先前腳剛走 陳廷飛後腳又來 所以郭國文炮轟他什麼 郭國文就炮轟他呢 這是在浪費行政量能 然後就說呢這無法理解 重複會刊的意義 今天呢媒體到台南 有捕捉到了郭國文 以及陳廷飛這兩個人 對於這件事情的看法 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兩個人互槓的說法 有會刊過了 如果再重複會刊的話 會造成行政人員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困擾 也會造成當地的公職 分工上的一個不變 這個時刻應該讓行政人員 有更多充裕的時間 去處理救災相關的事宜 而不是勞力奔波於不同立委之間 同一地點 同一事件的會刊 這樣是浪費行政資源 郭委員也是主委 我們請主委 如果認為說 這麼用心服務的陳廷飛 是不對的 那我希望說 你發一個文給我吧 你跟我講說我哪裡不對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真的是很用心服務 所以我覺得他們兩個人 講的都很酸 一個郭國文去炮轟 陳廷飛在浪費行政量呢 為什麼要讓同一批行政人員呢 還要為了你再重新勘災一次呢 但是陳廷飛的說法 也蠻有道理的 陳廷飛反過去說 用心服務錯了嗎 請問一下郭國文 當台南市黨部的主委 發一個文 告訴陳廷飛 到底他哪邊做錯了 到底跨區勘災 哪邊做錯了 說真的 陳廷飛講的也是很酸 啊說真的也都沒錯 哈哈哈 就真的錯在哪邊 就跨區勘災嘛 就是故意去踩你的選區啊 這一開始我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林俊憲針對國會改革發了什麼文 陳廷飛呢也是跟他發一樣的文嘛 所以彼此之間互相的較勁 從這個救災的勘災學 就能夠看得出來了 所以陳廷飛講的很酸啊 他到底哪邊做錯了 而且重點是哦 除了這件事情之外 重複跨區勘災他們很不滿 因為林俊憲也跳出來說 通常他們這些立委如果要進行勘災的話 應該都會跟在地的議員啊 或者是相關的立委就一起 一起來 呃 禀報啦 就是跟他們說有這個行程 看大家要不要一起來加入 但很顯然這一次看下來 應該是陳廷飛自己 的團隊哦 自己過去 還跟在地的議員一起過去 應該也沒有知會到這兩位新潮流的哦 所以我才會說呢 一個飛戲直接呢 大膽的去惹去挑戰新潮流 讓新潮流直接都氣炸了哦 同時這一整件事情 他們連爭取經費也要來炒 誰爭取到了 曾文熙六分寮提防的經費 也要來炒哦 來看到的是這個陳廷飛哦 陳廷飛他的貼文哦 第一句話就說 成功爭取了這個提防重建的經費 是6000萬 而且呢會即刻進行規劃設計 同時也說呢 要求在明年的迅期 來臨前要全面完工哦 所以這個部分 按照陳廷飛的標準來看的話 有金額 而且也有實行的時間點 因此這一筆錢 看起來是落下來的 所以他說他是成功爭取 成功爭取跟爭取呢哦 原來他今天有解釋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爭取是純粹只有計畫案 但成功爭取呢 是因為有時間表也有錢哦 所以呢他才敢說這個是他成功爭取到的 6000萬的預算 結果陳廷飛發了這篇文之後呢 郭國文很美誦 郭國文直接說陳廷飛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做假訊息耶 他說陳廷飛這個叫做假訊息 為什麼呢 因為郭國文說 這個計畫都還沒有送到中央耶 根本不可能核准經費 所以對於陳委員說 成功爭取6000萬的說辭 只想問一句 錢在哪呢 問一下陳廷飛錢在哪邊啊 那麼郭國文繼續嗆哦 如果陳廷飛你只是負責的喊說 成功爭取剩下的工作 由郭國文我一個人來做 這起不就是事前割到尾嗎 超級無敵精彩啊 所以陳廷飛說他成功爭取到的經費 但郭國文說這是假訊息 你的錢在哪邊 如果你這個叫放話的話 你就是先割到尾 後面的苦後面的辛勞 全部都郭國文自己來處理 哦 飛系對戰新潮流 非常非常的好看哦 好 在郭國文講完了這一段話之後呢 陳寗飛又在發文了 超精彩 陳寗飛呢發他在雨中勘災的文 很刻意哦 就是要跟他們說他就是認真在勘災 用心服務哦 陳寗飛說他衝衝衝的個性 只有廷飛被割到尾 廷飛絕對不會收別人的道 哇 哇 所以郭國文說陳廷飛事前割到尾 但是陳廷飛回向郭國文 只有你會收割我的道尾啊 那那現在的問題就是回過頭來嘛 啊所以那筆錢到底在哪邊 真的要來一個分手擂台誰都跑不了 然後左邊是郭國文右邊是陳廷飛 Fight 錢在哪邊 陳廷飛口中說的錢真的有下來了嗎 還是真如郭國文所說的這個 這個計畫案都還沒有送到中央 所以只能說叫做爭取 不能叫做成功爭取 所以現在這卡在這邊啊 那也必須要跟大家說 大家都知道嘛 那現在為什麼郭國文要出來 來全力的砲打陳廷飛呢 甚至在陳廷飛說出這些話之後 也馬上反擊陳廷飛呢 這一切 當然就是在為林俊憲布局啊 就是為了幫林俊憲布局台南市長 所以全力的來砲打陳廷飛嘛 因為郭國文要全力的去力挺 新潮流的林俊憲出來來選台南市長 那如果今天郭國文和林俊憲 他們要反制陳廷飛 有沒有辦法 也有辦法來反制啊 一樣畫葫蘆嘛 陳廷飛敢跨區 跨到你郭國文的選區去進行勘哉 那是不是林俊憲還有郭國文 這兩個人也可以跨區 跨到陳廷飛的選區 一起來勘哉呢 所以這變成一件事情 就是說既然他們兩個人 林俊憲 陳廷飛 都想要來爭取台南市長 那他們現在的角色 就完全變成台南的不分區立委了嘛 也沒有再跟你分選區哦 但我最驚訝的一件事情是 距離2026年的年底選舉 還有兩年多的時間耶 那你說距離可能民進黨在2026的3月 來進行相關的初選 算到當年的3月還有多久 還有20個月左右耶 難道這20個月 非非要一個人大戰新潮流 大戰這麼久嗎 那真的是大家真的有一場好戲可以看了哦 那另一出的好戲繼續要分享給大家哦 嗯 現在今天呢林俊憲在自己的選區 參加了台南獅子會的活動 這個是林俊憲的選區哦 結果陳寧飛三個字送給林俊憲還有郭文 all around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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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電影不是all around you嗎 杜比環繞音效哦 想不到陳寧飛也是all around郭國文 還有all around林俊憲 今天林俊憲在台南獅子會的活動上面呢 致辭到一半陳寧飛人又來了 陳寧飛在現場還幹嘛呢 我們一起來看這一段畫面 你對紅拍的安鬼哦 嗯 我們把一些愛心哦 希望能夠送到 啊 所有的都不公平的角落 陳寧 讓大家知道說即使 我們彼此 我們可以彼此 可以彼此彼此 這一張 一二 三 你看林俊憲在台上致詞 然後陳寧飛人就到了現場 陳寧飛到了現場第一件事 跟台下的支持者握手打招呼 而且台上是林俊憲拿著麥克風在講話 但是陳寧飛衝衝衝的個性 要喊的比林俊憲還要大聲 所以陳寧飛在下面說 謝謝 謝謝 謝謝了這麼大聲 完全無視於在台上 正在講話的林俊憲 然後這個林俊憲團隊也真是的 他們的老闆在講話 他們幾個只會拿手機拍 也不把現場的畫面 留給大家來看林俊憲啊 然後就放任這個陳寧飛在場下 來跟大家握手 然後陳寧飛站在場上呢 跟別人拍照的同時 這個鏡頭噴到另外一邊 是林俊憲在跟他的支持者拍照 精不精彩 所以在台南市長選戰這個開打之後呢 連在林俊憲選區辦的這樣的一個活動 都能夠被陳寧飛當眾來踩場 然後他們之間有一條儲和漢劍有沒有 對面是林俊憲在拍照 這邊是陳寧飛在拍照 兩個人就隔了一條儲和漢劍 你不犯我 我不犯你 哇 好精彩喔 我們真的是坐等之後 這個台南的選戰 說真的陳寧飛這個叫小動作 他也沒有任何的違法 但陳寧飛這個小動作 絕對會讓林俊憲氣得跳腳 所以我必須要說一件事情喔 我覺得現在是林俊憲得要小心 林俊憲一定得要當心 因為你從整個中常委的選舉之後呢 陳寧飛已經表明 他就是要來參選台南市長 那陳寧飛這樣的一個做法 去踩別人的場次 有兩個狀況嘛 第一個就是可能討厭他的選民會覺得 陳寧飛你幹嘛去踩別人的場次 你為什麼搞得民進黨內部變得 這麼樣子的亂 一來會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但我覺得可能比較多的聲音是 因為在台南的這一些民眾 都知道陳寧飛要來選市長 所以或許會覺得說 他跨區去勘災 他跨區去爭取經費 這件事情對他們而言 可能是理所當然的 因為他得要備戰市長 這反倒是讓台南更多的選民 看到了陳寧飛的企圖心 但是林俊憲呢 林俊憲他好像也沒有去表態說 他很明確的表態說 要來要來絞逐這個台南市長 就是說這個目前看起來 民進黨在爭取台南市長 初選的這一塊 我覺得主導的風向 都是由陳寧飛這邊來帶動的 這些話題都是陳寧飛自己帶出來的 但是林俊憲的話題顯然是遜色了不少 他們等於說變成一個被動 還擊的一個場面 但是主動進行攻擊的卻是陳寧飛 所以我才會說林俊憲得要當心 如果他的步調還是這麼慢的話 我覺得很多的先機 就會被陳寧飛給搶走了 而且過去陳寧飛跟黃偉哲 在初選的時候 陳寧飛他的民調其實也是 跟黃偉哲都是兩位數 這是很難得的一件事情 所以代表陳寧飛在台南已經有一定的 相關的這個選票的基礎在 那今天如果林俊憲又完了 這幾步又被陳寧飛給帶著走的話 那勢必得要當心 所以真的絕對不是說郭國文跳出來 去打陳寧飛這一切的相關的質疑 所以就能夠就此把它給抹平 所以這個是今天看到在台南的狀況 提出來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非常有趣 最後這個我們現在KS的蘆薈舒緩凝膠 大家一定要買起來 我今天特別請舒嬅幫我淡妝 而且它是那種很天然的蘆薈味 所以擠一點點就可以直接抹在皮膚上面 直接抹 它真的是天然的蘆薈味 沒有加任何的香精 我不敢抹太上面 不然等一下我那個妝抹下來會非常的可怕 好歡迎大家能夠在夏天今天飆到3940度 我快熱死了 被曬成這樣子一定要抹這個蘆薈露 來讓你的皮膚能夠濕潤 能夠更加的保濕 所以歡迎大家能夠把這個KS蘆薈保濕膠買起來 CTI587用起來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Blow Your Care 你需要最適合的 一邊不喜歡的 真的太好了 有很多高自游 我不會讓肌膚子 你不會讓肌膚子 你會不會讓肌膚子 你不會讓肌膚子 我不會讓肌膚子 你會怎麼可能 你不會讓肌膚子 你不會讓肌膚子 你不會讓肌膚子